如意颇受皇帝重视 内务府也为延禧宫送来了许多礼物 皇上为如意送来两株苏杭的绿莓 如意想着皇帝记着自己的喜好 十分开心 令人好生照料 又嘱咐下人不要将此事张扬 皇亲目睹贤妃受宠 想到自己又曾经得罪过贤妃 为求自保向巴结皇后 可皇后却认为她十分雕滑 不好笼落 皇上来看没答应 没答应按着皇后偏袒贵妃 还说自己出身低限 又得皇上宠爱 因此被人暗害 皇上让她不要将旁人的话放在心上 好好休养 伤好后便可继续侍奉生价 皇帝走后 没答应又继续使用白花丹 皇后命内务府给太后送来衣服 太后知道这是因为近来宫中多事 皇后惹了皇帝不满 才装出孝顺的样子来讨好皇上 原来没答应自己使用白花丹 是得太后提点 太后故意将宫中这滩水饺魂 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主持事务 大年初一 如意见阿若穿了自己赏赐的新衣 而索心却扔穿着旧衣 原来阿若将赏赐的四件衣服都占为己有 如意知道后 命阿若归还衣服 后宫陪太后宴饮 皇帝现在只有三子一女 太后让众嫔妃加紧 又强调 皇帝继位后的第一子也同样尊贵无比 众皇子退下后 太后指责皇后 力行节俭过了头 嫔妃们衣着朴素 失了颜面 裁涉了协方殿的下人 因人手不够 下人们对皇长子照顾不周 已知永皇得了两场风寒 皇后连连成事 伺候大阿哥的下人 告诉皇后的宫女 大阿哥永皇十分有心思 皇帝偶尔来协方殿 便处处比着要强 想要压过二阿哥 索心为如意送来点心 如意命他送些给三阿哥 索心在路上遇到了大阿哥 大阿哥告诉索心 伺候的嬷嬷不让自己吃饱 还常常责骂自己 索心与大阿哥亲近 被贵妃身边的宫女看到 认为是太后喜爱长子 才命贤妃与他亲近 回宫后索心将这一切告诉如意 如意让他不要将此事声张 要细细查过之后 才能得知真相 贵妃为了能怀上龙子 十分焦急 身边的宫女提醒他 不如先养着大阿哥 占着长子杨母的身份 还告诉他 今天曾看到如意身边的索心 与大阿哥亲近 贵妃认为有理 不想让如意抢在自己前面 决心想办法抚养大阿哥 高贵妃挽留皇上 让皇上留宿在贤府宫内 阿若在如意面前出言不逊 如意提醒他要慎言 命索心先来伺候 如意对索心提醒皇帝生母一事 索心提醒如意 此事一定要三思 第二天早上 贵妃向皇上提起 抚养大阿哥一事 皇上称他还要再考虑一下